纯粹地想利他做当地的东西 但这个时候会迷失 我觉得很多创作者都会陷入这样的迷失 这些比如四十多家这样的小商务 他们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和他们就是联营嘛 联营 对 会统一管理实在统一管理一部分收盈 很像传统的那种百货 百货商场 对 百货商场 不像那种shopping mall 只交租金而已 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不仅仅只是租金 现在应该就是最低风的时期了 就是我们创业以来最低风 2020年7月 第二家超级文贺友在广州开业 最初几个月 排队和翻产率甚至超过长沙 但不久之后 就有商户退出 我走到这儿我都怀疑我走到了一个无人商店 没人 这个店没人 餐厅也已经在宁开放了 在下没有人感觉这地方阴森森的 接下来的深圳店也遇到了相似情况 文贺友在离开茶沙后 似乎严重的水土不服 19年长沙超级文贺友肯定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 完了之后呢 就是你就迅速地去其他城市开超级文贺友 但是它没有像长沙这么的爆炸性的成功 现在回头看到它会有点匆忙吗 就我们刚吃饭的时候 你也会提到说你对文贺友其实是打问号的 对 我喜欢红色友就稍微有点乱搞的 我们讲今天的商场做的是一个零售品牌的聚集业态 那你今天要做一个体验综合体 你要选的是体验品牌的集合体 而体验品牌这件事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标准化程度很差 第二个问题呢在不同区域 大家对什么是好的体验的定义范围不完全一样 就比如说最少对好吃这件事东西南北肯定就不一样 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用户需求当中 某一个阶段 这是不是一个好文化 大家喜欢呢喜闻乐见呢 以及这个阶段你这个消费是不是好消费 中国地大物博 这么多以省为单位的消费习惯 消费内容 我觉得我们的内容还是很好 你指的是长沙文和有的消费内容 还是 我觉得整个长沙吧 好你从AD搬到了BD 产生的结果是在BD 你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品质可控的服务业连锁进驻 且它们是合理搭配 其次BD的体验要求跟AD是一样的吗 所以我们既想做好长沙文化 又想去做广州文化 两个地方的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异性 比如说我们去广州的时候 他们最开始是冲着长沙文化来 结果用不发现 作为一个长沙人居然跑到我面前来说粤语 这个很不适 过去我们在与本土的新东西跟我们自己的东西之间 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本土的稍微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长沙文化这一段 更自信地去把小龙虾的故事 把小龙虾的产品打造好 但是它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它有点像苹果在某个地方建厂一样 把它的供应链带过去 比如说苹果要去这个地方 来富士康来开个厂 所以说你看原来开超文的时候 它原来都让查研帮它抵着 对 我的理解它是谁在操盘的这个问题是吧 比如广州有一个文兵操盘广州的文和友 可能就会好一点 文和友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方法论和系统的支持 商业模式变了 是吧 就变成了一个就类似于酒店管理 但这个事情是否符合你心中的意义 不能够变成了买卖 纯生意就没意思了 你确定你提供的体验品牌 或者体验和服务 是一个比较具有朴实性的 很难 真的让它更加朴实化 我们也在思考 可能前提还是不可否认 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完成度 或者密度不够 只是纯粹地回归到商业的本质 纯粹地想利他做当地的东西 但这个时候会迷失 我觉得很多创造者都会陷入这样的迷失 商业的本质是利他 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东西的 真的这句话我一直有 但是你刚刚突然一说 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东西 因为在我心中 我们这种还是生活品质 是情绪品质跟生活品质的东西 这个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就是不管是哪条路 能够创造并且带来快乐 我们都会走下去 给你自己带来快乐 给用户带来快乐 都要快乐 都要快乐是吧 对 只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不快乐也不行 我带你到我的房子去看看 好 这是哪个建筑师做的 是吗 文建筑师 你看我这个 这墙我在同步阶小学毕业嘛 按他说是老的同步阶小学的墙 然后他本来这个墙上面 很多那种深深不息的小植物 那施工的时候把弄掉烦死了 你看 这里也作为我的生活去洗衣服啊 冰箱啊做饭 这里一共一二三三间房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在这 你就试在这 对 我喜欢这种小小的空间 然后衣服呢 就想当季要穿的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有时候坐在这里思考一下 你看我这个房间 这里还有一个小窗户 可以看在外面 你坐在这里感受一下 不错不错 还有个天窗呢 对于我来说这种很有安全感 然后可以看这个树 这个玻璃我当时设计错了 我应该是更矮一点 我可以大开 但是这样挺好 把人逼下去 设计理念就是待不住了 这里是长沙最市井的地方 这样的坡子街 这个地方呢有很多 长沙的消费品牌的集群的旗舰链 前面那一栋就是茶颜色的旗舰链 然后旁边是果芽芽 然后那边是那个默默的街面 然后还有我们老的火宫殿也在前面 整个就是最市井的一场街 然后我说的那个路边景 假设你是文明他爸 你看他那个房子 你会不会认为他在下高 有一种怪怪的说不上来的感觉 我反而是见到他之后 我觉得他这个公司跟他的人 是挺统一的 可能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想到说 要做一个这样的场景出来 当时创业是每年搬一个办公室 年年搬得烦死了 所以就后来把这个地方给盘活 之前就是从来没有 证实用过彻底的烂围 连店都是我开的货 是我带你逛逛 好 湖南省文会友文化产业集团 是楼上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 啊这种风格 那那边是研发中心 没作品没活路 戴森我很喜欢他们的理念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每一个商业上的所谓的成功 尤其是大成功 他都是由某些方面看上去非常乱搞和非常不同的CEO做出来的 无论你是耐克啊麦当劳啊什么星巴克啊今天看来都是成功公司和大公司的代表啊甚至你会认为他们做的还是正确的事情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都是乱搞或者反常规反常识的 那我们就上了点火锅吃边吃边凉 好 但是你创建之后不应该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去读上学院啊 上一次读书还是在读初中 之后再没读过任何形式的书了 天天搞公司 就是太封闭了 后来我们湖南级的一个创业者就说你去湖畔试试 然后就就我就跑过去了 我就是说他那东西一上太上头了 一上去就是第一堂课就跟你讲千亿美金 但你很多行业没法这么玩的 你本来觉得自己挺好 完了之后你去上很自卑 都是千亿美金 发现哇靠你原来你自己是个体户 那真的扛不住了 是吧 就会觉得哇他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这一套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因为有些创业者他天生他就是要搞事情 这一辈子啊 我们希望能够做点先锋文化